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私房茶新茶即将上市 现在正在新包装新品质 欢迎选购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来读报的时间 华尔街日报 这新闻也说的很大 中国恒大集团在香港接到了一份青盘的城景 那个提出过一个青盘破产的城景呢 是一位香港一位29岁的一个富翁 也是一个什么巡路委会的委员姓连 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 恒大集团在香港接到了一份青盘的城景 这个事情呢 恒大说将基地反对这个城景 一期这个城景将不会影响 本公司的重组计划或者时间表 这个负债雷里的开发商上周表示 他的目标是在7月底公布初步重组的计划 等等的事情 当然也听说 碧桂园的股票评级也被降到最低点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让他破产呢 这个是因为他投了7.5亿 也是得真金白银投进去 世界新闻网谈的不是恒大 谈20大前夕中共政坛掀起的终于效忠习近平的热潮 这个呢就是了金秋召开20大了 这个后呢 持续进入了效忠表态的关键阶段 各地的高层官员纷纷写文章吹捧领导人 习近平的地位如灯塔指南针和支柱 他说呢 卡位的激烈的求关心切 在兰华早报很多媒体都谈到问题了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地方的省委书记是中共提拔干部 震升高位的人才库 最近频繁表示效忠的地方的省委书记 很不少人被看好 可能在政治局有一席之地 而政治局呢只有25个名额 五年前的11月份 中共的官场也刮起来 类似的吹捧习近平的风气 那是19大期间 不过就算马屁派的在想 绝不是仕途顺遂 或者好官自我 我自为之的保障 比如说还有叫刘士玉的 他阿姨那时候已经小了半天 光机还是下来了 这个是呢 有人认为二十大前夕 中共高官竟相对习近平表示 高调的个人崇拜 很不寻常 很不寻常 那这里面呢 回顾了习近平主政之前的 全国党代会代表 无论是不是领导的换界 从来没有个人如此强烈的表态 有意思 美国之音 习近平爱将蔡奇 党代会称坚持五年防疫 网民炸锅 未来五年现在成了敏感池 这是昨天的事 党代会的大爷做了这个 做报告 然后有这个视频之类的出来 在未来五年 北京将坚持不懈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 经过了北京日报的报道以后 引起轰动和混乱 股票哔哩啪啦的跌 网友质疑北京疫情防控如何要维持五年 后来赶紧的这个有 未来五年给删除掉了 网间也把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字眼屏蔽 这个说法很多 当然人们还要注意到蔡奇 也是非常高调的把习近平说得不得了 诸如此类的东西 消失的五年 胡锡进也说 这样修改是应该的顺应民意 这个意思呢 说了看来大家对这个疫情防控还要坚持五年 大家已经有苦不堪言的说法 好 纽约时报报道是北京疫情中的野泳 在高度管控的北京寻找一片绿洲 王月没写 他说这个地方呢 什么叫野泳呢 北京很多沪城河什么河流很多湖泊 那么原来呢都是这些老人家 野外谁都可以参加 但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时候 政府实施一个又一个的社交距离控制 这个地方呢 变成是有避世的味道 连个来讲河流也是禁区 但是人家不理他 这个呢把居民封锁在家 加强政府的监控 数小原本已经很小的疫情空间 但是呢管理这些水泊 河流不容易 这个是来讲了 大家就谈到了这个 北京人帝都的老百姓 面对疫情防控的态度 华尔街这报谈的是呢 上海 上海居民的封控后遗症 有后遗症 困惑绝望远离 这个说法啊 很多很多的外观媒体都集中报道这个问题 各地的封控的措施不一样 人们的感受也不一样 一半以上的人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封控 但是上海的封控格外的与众不同 他们的格外的表现后遗症也不一样 加拿大新闻网 深圳福田又封管 不叫封控 市民抱怨太严 深圳前天增加了市中本土无症状的感染者 福田紧急宣布一连三天的封闭式管理 这是三月封城一周之后 最大规模的封 有市民的网络上抱怨说 福田又被封了 看报纸才几周 怎么搞得比三月份还严 这事情大家都已经对这个封控 有点苦不堪言 不然很难承受的意思 亚洲自由之声很多媒体也报道了 荷兰村镇银行存户维权 就是郑州的公安名枪驱赶人就开枪了 就是有四家这个村镇银行爆包 爆雷 存户无法取现金和转账 那么就要去维权 为了驱散这些维权的人的开枪事情 有没有人说到没说 英国BBC集中在最近世界上比较大的事 七国峰会 全球基建计划对抗一带一路 这人来讲就是昨天 就一个前天开的 五年内筹集六千亿的美元 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资金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项目 这是拜登率先的 要举行一个启动一个仪式项目 叫做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的项目 不得了 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关系的项目 基建计划 美国说五年内要动员 两千亿的美元正款联邦基金 是能投资 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 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改善全球卫生 性别平等和数字基础设施 他说这不是援助 这不是慈善 所有人带来回报的投资 这民主国家合作的具体的好处 做了很多的游说 德国之声谈到了北约峰会之前 是中国为系统性挑战 北约内部出现分歧 不管是荷兰 法国 德国 斗争 说法 如何定位中国 成为和北约这个组织的头痛的问题 北约华把十年来最新的战略文件 首次提到中国崛起的挑战 但怎么定位 怎么出持 意见不一样 英国 美国 和德国法国看法不一样 但是呢 荷兰这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看法 最后一个呢 就是今天讲的 来自所罗门群岛的一个新闻网站 新闻网站 那一个记者说的 纽约时报说 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小国转向中国是情有可原 他说中国政府跟所罗门国家 这个政府的秘密谈判呢 是不是会有驻军呢 当然所罗门群岛政府否认这一点 但是华顺利警告 这个警告会破坏太平洋稳定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他们也感到不安 因为呢 所罗门群岛的政府跟中国打交道 切化透明度 但是呢 就是说呢 这个差别给美国有个教训 你们需要在这里出现 而美国一直没有这么做 所罗门很小 你们也不快关心 那中国当然就会来了 商业项目发展援助 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拿下 他说其实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认同西方 因为这是美国澳洲等盟国的二战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当时很重要的一个 二战中最重要一个什么岛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役 这是举足轻重 但是我们被你们忽视了 完全被遗忘了 有人给我们打开大门 因为能执怪我们吗 这是需求也是很重要 我们很努力 但是呢 我们不行 七十万 我八成人 生活很贫困 没有办法有自来水 没有机会的设施 用不上电 工作机会很小 那么好了 我们需要你们 你们去哪呢 几十年来 你们也给我一些帮助 但是呢 你们走了 走了再不回来了 所以呢 这里面来讲呢 就是看来 中国进来 是你们走了的问题 这里面讲到 中国建交 意味着 中国大陆的竞争对手 台湾断绝 剧断绝长期的关系 说来这个说法 能不能也在改变 因为中国的建筑公司 为他们建筑了一个新的楼 提高他们的医疗服务能力 他要建立一个体育场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形象 一直在上升 你们不干 中国当然要来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是所罗门群岛 那么一个记者写的话 这个话可能 纽约时报 把它登出来也不容易 今天读报的内容 今天读报的内容 也蛮生动的 好 第一 恒大集团被追溯 澄清 也就是破产 意味着中国这个 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重组债务的努力 受到了重重挫 碧桂园等地产集团 估计也不太乐观 依靠房地产刺激经济的思路 估计很难实现预期 第二 竟将表忠效忠的党代会报告 玄奏而至 争其斗艳 我们昨天也说过 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 政治文化景观 很多人都迷惑不解 主政十年 习近平的党内外 几乎没有能够 人能够调靠他的权力地位 没有这个人 也没有这个势力 四个自信早就切理了 为什么到现在 还要如此大张旗鼓 唯恐天下不知而不觉 究竟这是一种 政治新常态 还是政治上的反常现象 很多人都打了个问号 第三 尽管德国法国 对中国的立场表述 跟美国英国等国家有分歧 但是七国峰会 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举措 无不与中国近来的 近年来的外交作业有关 跟中国对待俄罗斯 跟俄乌战争的态度立场有关 这是一次重大的博弈 这博弈还没有结果 第四 封控的态度 帝都 魔都的感受会不一样 那么但是呢 我去不讲帝都 还不讲广州 也不讲深圳 讲丹东 网络上传了一段丹东的一个数据 封控60天的数据 也就是累计的病例有96例 确诊15个人没有重症 领死亡 但是全面封控了60天 疫情造成的次生灾害 跳楼死了两个人 跳虎死了一个人 爬楼梯取钥匙 不小心掉下来死了一个人 死在家里 没人知道两个人 跪及时就于心脏处死一个人 花多少钱呢 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 丹东 11个亿人民币 财政收入减少20亿人民币 全社会停工停车损失 没办法统计 从各地民众对疫情防控的态度来看 帝都潇洒 不厘米老子照样游泳 绿洲 魔都亚裔的不满情绪比较普遍 当然其他地方我们也可想而知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对啊 优优独比较普遍